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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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隔三年終於可以過大海 怎可以不瘋狂喝喝食食 今次一次過為大家介紹 八家澳門人氣美食 有齊打卡cafe 街邊小食 由朝食到晚 一落船第一站 就來到雅興麵電餐廳 開業三十幾年 主打椰汁雞麵 湯底用椰汁 黃薑粉 緬甸咖喱粉煮食 質地比較稠 味道香辣 油麵也非常掛湯 再加上嫩滑雞件和油炸鬼 細細碗都非常飽肚 另外還有招牌必食 緬甸拌麵 每碗都會附上魚湯 上面有咖喱薯仔 蝦米碎 馬豆粉等配料 味道清爽 加上魚湯一起喝就剛剛好 這間華生小食專賣傳統手工糕點 它的招牌撥仔糕 兩元就吃到 用一個撥仔裝著 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口味 今次就買了紅豆和椰汁味 口感軟又彈牙 又不會太甜 還有這個三層白糖糕 厚過豬扒包 這麼多人排隊 究竟是吃甚麼 這間車仔檔位於永樂器院旁邊 只買雞絲刺 大碗16元 小碗12元 可以任加紅醋和胡椒粉 澳門最出名就是豬扒包 今次我們就來到新好利 豬扒包即叫即做 保證熱熱熱熱 豬扒不算厚 但麵包外脆內軟 26元來說都算值得 還有葡萄和燕窩撻 葡萄撻皮夠脆 蛋味香濃 燕窩撻雖然有燕窩的口感 但就沒甚麼味 去旅行又怎少得打卡咖啡呢 這間主打台式甜品 最近新出的微笑雞蛋仔 超級受歡迎 好多人都沒名而來打卡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等了半小時的雞蛋糕 我們就選了這個布萊 剛剛喝不住吃了一粒 剛剛 我覺得它的餡料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我看到它除了皮外 全部都是內餡來的 所以都頗不錯 而且 很嫩 但又會很甜 而且來到這裡 如果想吃雞蛋糕的話 坐底也要等四十分鐘以上 所以不知道做什麼好的時候 就可以試它的豆腐花了 一碗有齊豆花 芋圓 芋泥 紅豆和珍珠 豆花質地偏厚 口感像奶凍 冰底就是黑糖冰 吃到底都不怕沒味 另一間打卡咖啡就是它 必吃太奶黑糖珍珠 還有竹炭梳乎 超級打卡咖啡 超級打卡咖啡 梳乎里Pancake入口即溶 泰奶奶油也不會過甜 記得加上椰奶一起吃 它的主食都一樣出色 香蒜爆顯粉絲 份量超多 來到澳門又怎可以不吃蒲國菜呢 觀野街這間蒲國餐廳 出名價錢親密 便宜的都可以吃到高質蒲國菜 點完食物會送免費餐包 炸馬介要求新鮮炸起 還有它的必食炒蜆 份量超級多 堆得好像山高 焗海鮮麵包有滿滿的海鮮 好像魷魚、蝦、青厚等等 不過口感就有點漏 觀野街必食牛雜 門口已經大排長龍 每份55元起 雖然不算便宜 但份量比想像中多 可以自選部位 還有牛沙瓜 蘿蔔都燜得好入味 絕對是宵夜必食